我們要怎麼樣在瀏覽英文網頁的時候 直接把它翻譯成繁體中文 那我們首先先複製這一段 OK 然後我們按複製 然後打開 IE的瀏覽器 然後按右下角的點點點 按我的最愛 按加到我的最愛 然後這邊我們把它打上中文名稱 翻譯成繁體中文 然後在網址這邊 我們把剛剛複製的那個網址把它貼上 然後按打勾 這時候的話我們來打開 英文的網站 然後點開它之後 然後我們就按右下角的點點點 我的最愛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翻譯成繁體中文 它就會變成繁體中文的 好那你想要翻譯成其他的語言的呢 來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 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 黃紙 打開它之後 這邊 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去選擇 我們想要翻譯成的 語言 好 好 假設我們選 選 去日本語 好 然後按住這個翻譯 按住 這邊會有一個複製連結 好 那我們 點 右下角的點點點 加到我的最愛 然後 這邊 我們 一樣先打上 翻譯成 日 語 日本語 然後在這個網址這邊 好 在 負 貼上我們剛剛複製的 日本語 然後按打工 好 然後我們現在一樣 打開 網頁 好 然後按右下角的點點點 我的最愛 翻譯成 日語 好 OK 它就翻譯成 日語了